这么大的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吗? 你能当家吗?那是我和你爹的事情,关你什么事 他说的话不算,那我说算吗? 我是你嫂子,你当年结婚的时候 我从娘家借了二百块,让你去去黄菊花 这个钱你一直说长嫂如母,也没说还钱的话 你家孩子都赌大学了,这钱我也不要了 我就想告诉你,以后两家一刀两断 你们这样亲戚,我们高攀不齐 你儿子赌大学,我家把羊杆去卖掉 凑了五百块给你们家 去年,你生病住院,我们送了三百块去了 可我家男人住院,你一毛不拔不说 还污蔑我儿子是抢劫犯,还要趁机霸占我家东西 呵呵呵,让大家伙平平理,你算什么亲戚 我呸,恶心人 张勇军再也无话可说,反正今天丢人丢到家了 拉扯着还要货金巧方吵架的黄菊花 灰溜溜地跑出张安平家的大门 就听到大门哐当一声,然后是一阵哄笑 这小王八蛋,以后别求到他们投上来 等他家张安君挣大钱或者当大官后 就是张安平一家人跪在地上求他们,也没用 当下,就有村民又在张安平这里用龙虾换地龙 而这一次他把价钱降低了 可以用钱买八块钱一个地龙 这个价钱一放出来,许多村民都急了 这可比开始十五斤龙虾换一个地龙便宜多了 而且,这地龙还有利润 可以拿到别的地方,轻松十块钱一个供不应求 有脑子灵活的村民,就十个二十个买地龙 但是张安平告诉他们,只能订货 二天之后又供应,因为他的存货都卖光了 现在只能收订金后天来取货 可即便这样,因为地龙猛然降价这么多 还是挡不住村里有人络绎不绝地订地龙 先前后货都行,只用登记一下,写个收据就行 张安平没想到这样一来 他居然意外收到了一百多个预订地龙的钱 哪怕只有八块钱,数一数,居然有一千多块了 这次意外收货,让张安平长嘘一口气 脸上也露出笑容,等送走那些村民 张安平也没有再休息了 赶紧把收上来的一些龙虾 加上自己昨晚上捞的龙虾一起送到城里去 原本张安平算着,还差一千多块钱的缺口 就张永军那六百五,加上村长送的二百块钱 还有今天订地龙的钱,这压力一下子就消失了 看来二天后,父亲的三万块治疗费不成问题了 这一次,他把这些货送到夜市大排档店里 价钱要高出了一毛钱 这样一来,虽然多跑了几个地方 但是一二千块到手了 这让缺钱的张安平心底一下子踏实起来 剩下还差一点点 晚上捞一些龙虾这钱就够了 说不定还能省下一千多块 正好家里还能零用或者用来收龙虾 这父亲治疗费的砍算是过去了 剩下的就只能砍天 希望父亲这手术动的顺利 让他平平安安的踩好 张安平抽空去了一趟地龙的小作坊 那边几乎没存货 有一点货都被拿出来卖掉了 晚上的饭菜是去王大志的店里解决的 此时他隔壁的两间门店已经被他买下来了 张安平去的时候 王大志刚炒好一大锅龙虾后 赶紧来招呼 哎呀,兄弟希克呀 这二天都没看到你了 快里面坐 王大志此时对张安平那是无比热情 想当初自己生意那可真是门可罗雀 扣扣索索的连一点米粉都舍不得多用 但是这才多久 就靠着这小龙虾引得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而且他还扩大门店 生意一下子翻几倍 跟以前简直没法比 这一切的贵人 那就是张安平呀